9月19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举行易安检启用仪式 首批投入运行的10条易安检通道正式开放 旅客在经历了多年的传统民航安检模式后 将得到更易、更快捷的全新体验 据悉,该举措是此前二维码过检、一正通关 及自助安检智能通道等系列做法的集成和升级 白云机场因此成为全国民航试点单位 昨天全民航在这里召开了 共同见证了这个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易安检的这个启动仪式 也是对中国民航 特别是安检发展史上很重要的意义 代表着颠覆了几十年来 那种多环节、多证件 然后多要求、多标准的这么一种检查模式 9月20日 记者在位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国内安检区域的 易安检通道现场看到 旅客只需刷身份证即可进入安检通道 随后 旅客自取篮筐放入随身行李物品 通过X射线机检查 自助通过毫米波人体成像设备 检测人身是否携带危险、违禁品 携带行李较少的旅客 整个安检过程不到一分钟就可以顺利出关 据介绍 想体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易安检 旅客需提前关注微信公众号白云机场或白云机场发布 注册成为易安检会员 未加入易安检的旅客以及12岁以下儿童 仍按照原来的方式通过安检 另外 易安检目前仅适用于一年内累积从广州出发 成绩10次以上的长旅客 旅客凭二代身份证购买机票后 需按正常流程先完成直击和托运手续 下一步这样子 我们在想啊 很多我们昨天推行到现在 受到的各大媒体的关注 受到了非常多旅客朋友们的关心 他们都非常破戒的想成为这个易安检的会员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会结合实际的情况 因为我们在后端会有一些数据的分析和评估 这也是我们在注重安全的情况下稳步推进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迟早我想很多人会接受这么方便快捷的一种检查方式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后我们就放线实了 了